剛才說有數字就可以做一些計算 未來會有一些計算體 計算體的方法有幾種處理方式 我個人小時候念書的時候 我是背公式的 而且我只背了三個 我只背了這個前三個 我只背了前三個 我教書的時候 我跟學生介紹了四個公式 這四個 V就是末數 V0就是書數 A就是加速度 T就是時間 S就是位 代公式 如果用到最少 兩個公式就夠用 兩個公式就夠用 那如果你只背兩個公式 你就經常需要解聯力方程式 你背四個的話 解聯力的機會就比較少 我有聽過老師給他 不知道寫了十幾個 七八個十幾個那種 那就是提型一公式一 提型二公式二 通通不用解聯力 但是我覺得那種傻事 不要這樣搞 四個公式給你 我未來上課的時候 基本上不會用公式解決 我未來上課的時候 基本上是畫圖解決的 但是公式給你 你越開心越意 你每個人喜好不同 你把公式背起來 代公式解決 代公式解決 OK 代公式 代公式去解決 那麼 我們 我們 代公式 然後還要扯到一點微積分的味道 我們也不這樣說 我們告訴你的方法是 這是一個打點計時器 特徵就是時間間隔通通都一樣 所以我們就算0到1秒的是6 1到2秒是5 所以我就帶 Delta T Delta V 5減6 莫失度減速度 那老師你的Delta T咧 就是上面的時間間隔是幾秒 這又幾秒 如果上面的打點計時器的時間間隔是20分之1秒 這個Delta T就帶了20分之1秒 那如果這個打點計時器的時間間隔是1秒 我們就帶1秒 那 我們的建議是 你就取相0的來處理就好 相0的來處理 來處理就可以了 如果你不取相0的也可以做 但是你會比較囉嗦 我的意思就是說 我取的是0到1秒 下個就取1到2秒 這樣我的時間間隔就這邊的1秒 就這邊的1秒 也就是這邊的1秒 你如果不要這樣做 你取的0到1秒 你再取一個3到4秒 也可以做 可是你的間隔就會 你就會有一個間隔 兩個間隔 三個間隔 你就會有四個間隔 你就要有四倍的間隔時間 你就要有四倍的間隔時間 這樣很囉嗦很麻煩 你就不要處理 這樣就不要這樣做 你就取相0的就好了 0到1秒 1到2秒 那麼間隔就是1秒 或者是 0到20分之1秒 20分之1秒到20分之2秒 就這樣做 這當中有一些細節的問題 我們就不跟各位說 你就記住我們是這樣子教你做的就可以了 你就記住我們是這樣子教你做的就可以了 OK 齁 用ST圖求加速度呢 還有一些別的做法 我的講義後面有算給你看 在我的講義的後面有算給你看 你可以自行參考 你可以自行參考 然後定參考 我們以後碰到題目 我們試情況講解 試情況講解 但是看一下 也就是說 解題的方法有很多種 解題的方法有很多種 看你開心 看你喜歡 看哪一種方法 你覺得你最能夠理解 最能夠懂 你就用那個方法去解決 代工事也可以 代工事也可以 什麼都可以 沒有關係 都是OK的 可以嗎 可以 可以